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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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都幾點了?這麼慢才來? 小聲一點,這裡是圖書館 齁,我今天又要忙到天亮了啦 我不管,你們明天一定要上來報告 有差這一天嗎? 你不是每天都開發離開到早上 什麼跟什麼,講到哪裡去了啦 Aden,你們剛剛到底去哪裡? 我們去找老師問選課的事情啊 選課,不就是把電腦打開 選選,點一點 看到遠距客,就跟他選下去就對了 對啦,遠距客很好混耶 哪有那麼簡單啊 我上學時選遠距客 老師一直叫我們上平台做線上測驗 線上作業,線上討論 還有線上教室 上遠距客是來學東西的 不是拿來打混的好不好 對啊,選課不應該是看他是不是 遠距課程 而是要去了解老師的課程大綱 是不是你想要的 這才是重點啊 所以我們剛剛才去找老師啊 對了,那你決定你要選哪一門課了嗎 還沒餒 要不然就跟我們選一樣就好啦 好啊 那報告還是交給最後的年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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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咧? 有咧? 造成 k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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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各位同学可以往前面坐 那我们这样子让我们在这第一节课 能够跟各位同学沟通得更加的明确 然后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修过远距课程呢? 好 我了解了 那么我问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知不知道远距课程跟一般的传统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么我来介绍一下远距课程跟一般传统课程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叫做远距课程呢?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远距课程的话呢 是在一个学期之间 一个学期我们是来校十八周 那么我们来校上课三分之一 就是所谓的六周 我们来校六周上课 是所谓的面授的时间 其中十二周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自己找时间 然后在家里面上网 来进入我们网路大学观看课程 第二种课程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线上辅助课程 那线上辅助课程的话呢 来校上课的时间稍微多一点 它来校三分之二 那我们三分之一是在家里面 我们上网 或者是到图书馆上网都可以 那来校上课的时间的话呢 我们要来十二周 线上的时间我们就是六周 还有最后一种 这是最像传统课程的 就是所谓的多媒体课程 多媒体课程的话呢 是完全跟传统上课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我们在网路大学里面 放了一些我们所谓的辅助的教材 让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提供自习复习的使用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对于远距课程的这部分的话呢 千万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哦 我们在线上的这个时间的话呢 不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就不用来上课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们的话呢 在网路大学里面 老师的话呢 会安排线上教室 还有线上讨论 还有线上的测验 线上的作业 需要同学的话呢 共同来参与 我们有参与远距课程的同学的话呢 跟老师联络的方式 你们一定要知道 首先的话呢 对于老师的E-mail 老师在哪里办公 老师办公的位置 还有老师办公的地方的 电话的分机号码 或者是老师的手机号码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它抄下来 再来的话呢 老师在什么时候上班 这个事也很重要 老师的office hour 那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也要了解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千万也要注意的哦 你们上课的传统授课的时间呢 就所谓面授的时间 上课在哪一间教室 你们一定要知道 不然各位同学跑错教室 那真的是也是很遗憾了 同学要了解的是 我们什么时候来校上课 什么时候是在家线上 这个周次的话呢 各位同学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还有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必须要知道的是 我们的话呢 老师什么时候的话呢 要跟我们要有一些线上的活动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注意我们网路大学里面的 老师的公告 那这样子各位同学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的话呢 要跟老师在做线上教室 或者是线上测验 那么至于说 各位同学的话呢 最关心的就是 我们的成绩的问题了 成绩的话呢 我们也要了解 老师是怎么样做评量的 就是所谓 我们的按照我们的百分比 我们的期中期末 还有平时成绩是怎么算的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都要很清楚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表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些表的话呢 就是联络的资料 那请各位同学的话呢 等一下传阅 把这个资料的话呢 在下课的时间 填好以后 交给老师 各位同学的话呢 在我们下课之后 你们回了家以后 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们要回家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呢 确认你们能不能够登入 我们的网路大学的平台 那网路大学平台的话呢 首先我们进入网路大学 然后的话呢 打上各位同学的 你的账号 那那个账号的话呢 就是你们的学号 注意英文的话呢 要大写 第二个的话呢 你们的密码 就是你们的身份证字号 那要注意大小写 那你们的身份证字号的话呢 前面那个是大写 那么蛮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跟你我们的 学生资讯系统的那个账号 是独立的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们那边改了以后 这边仍然也需要改 好 那我们登进去了以后 如果说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 就要看看我们的资料是否正确 然后的话呢 如果能的话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资料 就修改一下 修改我的资料的地方 尤其最重要的就是 各位同学的 你自己的email 因为这个email的话呢 是老师要跟各位同学 联络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么email 你要写出一个 能够联络到各位同学的email 同学的话呢 进入网路大学的时候 那还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们要进去看看那个课程 因为看那个课程的话呢 是不是看完了以后 会有留下记录 留不留下记录 留不留下记录 对各位同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各位同学如果说 发生了有平台相关的一些疑问 疑难杂症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怎么处理呢 那么我们的话呢 第一件事就是说 看看各位同学能不能够直接解决 我们进入网路大学的入口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新手上路的网页 那各位同学可以参照里面的解决方式来解决 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去问你们的任客老师 看看的话呢 他有没有什么方法的话呢 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要不的话呢 再来的话呢 就是写email 写online 我们的话呢 远距组的online的email 写给我们 把你的问题的话呢 描述出来 那么我们会尽快的回信给各位同学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打电话到远距教学组 来询问的话呢 把你的问题描述给远距教学组的工作人员 再来的话呢 就是亲自跑一趟远距教学组在复华楼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知道位置 那么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说你打电话 还有亲自来的话呢 记得要在日间部上班的时间 我们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你修了远距课程的话呢 基本的一个学习态度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礼拜啊 至少都要进入网路大学去看一看 除了看课程之外 然后要看看老师有没有公告 然后的话呢 老师的活动 我们要配合老师的活动 线上或者是非线上 我们都要注意 我们的平台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就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学习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确认各位同学的话呢 学习的进度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课程的部分的话呢 原则上其中考的时候大约要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么到学期末之前的话呢 要达到百分之百 我们刚刚把这些内容的话呢 讲了这么多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 哦 很好 好 那我们的话呢 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次的 我们的面授课程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 要讲的内容的话呢 是